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觉得还可能还是在这儿跟大家分再分享一下 因为可能会删除比较多 他谈到那个问题呢比较特别 他就说他说涛哥看你节目看了好长时间了 我自己也是孩子的父亲 他是个男士孩子的父亲 在现实环境中呢 人的善与恶呢 这个大家都懂 但是利益上的冲突 不是我记不住人的原话 利益上的冲突呢 和现实环境中的教育的一切呢 也让他很茫然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 感觉上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一切 因为很多孩子 主要我们是谈到在学校教育的问题 孩子上学的问题 然后他谈到说 在他居住的地方 很多人在流传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没办法跟大家插进去 因为可能有人家版权问题 所以我没办法插 视频里讲的是一个女士在讲课 显然在给家长讲课 那这个人呢 应该显然是被称为这种专家 幼儿教育专家的 大概中年四十岁左右的一个女士 看起来很厉害 相当厉害 相当了得 相当了断 说孩子要在教育的 孩子教育的时间 应该在六岁之前 这也不是人家原文啊 人家 我看他载给我那段视频 大概八分多钟的 大概就是说 怎么把孩子训练出来 比如说三四岁的时候 孩子非要问你要玩具 要这玩具要那玩具 那你就不能给他 你不能灌他这毛病 你要不灌他这毛病呢 你要灌他这毛病呢 那以后他会没完没了的 然后他就提到 六岁以后不好教育了 他说这个 他知道一个人 一个孩子 大概在十三岁 十二三岁的时候教育他 是因为是打电游戏 家里不干 家里不允许他这么做 结果那孩子跳楼了 就杀死了 然后他就 他就在讲这件事情 其实 然后他就讲 你怎么要训练这孩子 要在六岁之前 三四岁的时候 他要哭 要闹 你要明白他在要什么 你就让他哭 你就让他闹 你陪着他 你不要说话 你就这么陪着他 就是简单的一种训练 完全的训练手段 训练手段 他直接用这个词叫训练 必须训练出来 否则的话你很难管 相当厉害 那朋友把这段给我传过来 其实我看他那段文字 我也没太 就是说可能是讲说 人之初性本善 那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善良或者怎么样 我看过那段视频 看了一部分 特别看到他买东西 孩子 小孩去闹 他怎么去整这孩子 对不起我的话 就是怎么这个家长 怎么把这孩子给他整了 我看过之后 我看那段特别感触 感触的原因 其实就是我自己 他说的年龄大概在 说那孩子在四五岁吧 我现在都快老头了 也可能就算老头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 我到现在记得一件事情 我跟自己老妈 要一个旅行碑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塑料的 带个盒 这盒里的那个旅行碑呢 大概一抽起来 就合起来他能合上 还合这么高 一抽起来四截 一截套一截 一个旅行碑 方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年在西单商场 卖四毛八 四毛八应该是 我老妈呢 带着我去逛商场 星期日 我看见这个我就要买 老妈不给买 我非要买 我印象中 可能是在西单商场 往那个地上打滚 就得要买 老妈说那东西没用 太贵了 太贵了 四毛八太贵了 家里呢 我印象中 当时老妈挣 三十多块钱 一个月 大概 三十多块钱 四十多块钱 老爸一个月挣的 那时候就算 相当多了七十块钱吧 七十一块钱 大概 六十九 是七十一 那我的药的那时候 正好是文革的 文革时期 忘了是 应该是文革时期 文革初期啊 大概是 所以 这个 大概是那个时间 那当时呢 我是药成了 我现在都记得是个蓝色的 塑料被的蓝色 但是回去呢 回家之后是 老爹给我打了一顿 是老妈给我打了一顿 打了我一顿 但是这件事要成 但是这件事到现在 我都记着 到现在我都记着 原因呢 记着的原因很难说是 自己的愧疚啊 对母亲的伤害啊 还是当时家境太贫寒了 我个人说不上来 说心里话 我个人说不上来 但是这件事情 我就这么记着 相当的原因呢 就是说家境贫寒 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巨大 在一个物质化的世界范围 物质化的环境中 伤害就会更大 因为孩子们会攀比 对吧 每一个人都会攀比 而在今天的 在我听那个老师 在讲这种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听到那个词 我觉得相当恐怖的 你要把孩子训练出来 北美地区你要养狗 你必须要上培训班 培训老师怎么给你 让你训练这只狗 那狗不能养起来 必须要经过训练 所以当时我看那段视频的时候 就是这感觉 那家长为什么要管孩子 要管把他带到成功的 那个氛围 对吧 我可不敢说人家那个不对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态度 三十几岁的人 四十几岁的人 五十几岁的人 今天在中国社会过来的人 都是在无神论的基础上过来 做父母的 甚至做爷爷奶奶的 他也是在无神论的基础上过来 那无神论的基础 对应的是什么 聪明法则 圣者王后拜者寇 那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一切也都建立在一个 无神论的基础上 而不是生命的基础上 我想说这意思 孩子淘气这是没错 孩子要要一些 他很想要的东西 这也是没错的 家长在对待这个问题上 他的生命基础在无神论的基础 不是一种生命之间的关联 不是一种生命之间的关联 我在推特上转了一张照片 据说这张照片很有名 这张照片是一只羚羊 应该是 被三只豹子抓住 这张照片被有名的原因是因为拍摄的人加了一段注解 这是只母羚羊 带了两只幼崽 当豹子追忆他们的时候 母羚羊自己知道 她带着两个孩子 她自己可以跑掉 两个孩子肯定跑不掉 两个幼羚羊跑不掉 所以母羚羊在跑的过程中 干脆就把豹子引过去 而被豹子捕捉掉 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孩子的安全 而这张照片得以出名的原因 是那只羚羊的眼睛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见过这张照片 但当我看过这个解读之后 我是相当震撼的 说心里话 生命内在的沟通 动物啊动物啊 它有直接的天性的生命内在沟通 我用这张照片 对比我刚才说的视频 老师教育的一切 那个视频里教书孩子 老家长怎么教书孩子 是利益上成功的一切 这只灵想表现出 生命内在的责任 以无尽的爱 生命的爱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一个丛林法则的环境当中 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 能够强盛 他一定这么做 这就时代的悲剧 而当我们看到一张 动物的照片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生命内在的灵魂的那种震撼 灵魂被 被豹子吃掉 追捕 这是天 这是生命就这么来的 没招了 当他脱生成灵魂的时候 他一生都在 这种豹子追捕的过程中 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有限的生活方式的 在这种 无可奈何的生活方式背景之下 就像说 我是男的就是男的 那对方 另外一个人是女的 他就是女的 他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方式 他就这样 说老天不公平 那你就叫吧 那没招了 对不对 说你动物外科手术 这些都是你自己 后来的问题 对吧 改变了其外在的 改变不了其内在本质 那这是要认命 我们就说认命 其实这里面就有这种含义 用这张照片对比 我想说明的意思 在中国社会 缺少了生命的认识 变成了丛林法则 那个老师教到的一切东西 人们做家长的 去训练自己的孩子的过程 就是远离自己的孩子 远离自己孩子的生命的本来 也让孩子远离了自己生命的本来 那家庭之间的交往 内在的 其实同样是以爱为动力的 内在的欲望的满足 因为你盼自己的孩子吃亏 对吧 如果从人性上说 那就对人性的一份摧毁 但这种东西 就在这个社会 现在就这样 所以 我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 我就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你真正想体会生命的话 今天只能成为我师弟师妹 没有别的事 在人们走向成功的时候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人们走向成功的时候 很多是以生 以人性为代价 今天的叫 它应该叫政治学人杂志 可能是啊 美国的 登了一篇文章 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 向习近平说不 但是这不一定局限在留学生身上 他说习近平不是我们的总统 不是我的总统 年轻的海外华人 对习近平抢夺权力 他也是英文的 我只能按照英文这么说 抢夺权力表现出一种意义的态度 3月1号 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公告栏上 出现了一张海报 这张海报 海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海报是中英文的 两天之后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 从西海岸到东海岸 现在已经扩展到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 9所大学 两张海报 一个是中文 一个是英文 写着不是我的总统 那照片是习近平 那就说习近平不是我的总统 这里应该说主席了 习近平不是我的主席 这种事情出现 令外国 它叫什么 外国政治学杂志 外交官杂志 大概 因为这是一个相当 相当敏感的事情 就相当触动的事情 很诡异的事情 显示出中国留学生 在海外 这里包括 中国学生 包括中国留学生 我不能 因为你不能分辨他 在海外正在发起 一种小型的 但却日益增长的运动 这个运动 反抗习近平 反抗习近平修宪 反抗习近平修宪 而习近平修宪呢 表明无限期的掌权 为他无限期的掌权铺路 这就显得很诡异了 这个显得非常诡异 因为中国留学生学会 中国留学生会 是受大使馆管的 留学生基本都是大使馆管的 是中共统战当中的一部分 那如果是中国学生 身份已经移过来 那如果他不是土生土长的 本土人 也是从大陆来的 那他们在各大学里面 同样受着这些学生会的影响 因为大家都讲中文嘛 很简单 大家都讲中文 那哥们虽然有身份 美国身份拿绿卡 但是英文没讲那么好 这都是有可能 对吧 所以中国人呢 又好跟中国人在一起 就像中餐馆似的 就中国人去 你看老外去嘛 所以卖不出钱去 一个道理 我觉得是一个道理 而留学生的这种组织 跟领馆太近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背景 是谁拿出来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 在昨天那期节目中讲了 在人大的会议当中 披露出来修宪这个议题 是在一月份的二中全会 全都结束了 在二月份的三中全会 没有讨论修宪问题 而修宪的消息 有关习近平去出 国家主席宪制的消息 是新华社的英文新华社 在推特上拿出来的 最早 推特是被封杀的 国内被封杀的 对不对 又是英文 而正改修改的 这个修宪的条件 条 内容 他只拿出这一条 所以 明摆的是 有人跟他干 明摆的跟他有人干 跟他干 明摆这个人是跟 外事系统相关的人 而风波呢 确实跟那条新华社的 英文报道有关系 出口转内销 然后打到那边起来 而现在这个消息 再次出现在海外 中国人在海外 打中国今天的习近平 所以这是我讲说 我昨天另外一期节目讲 我说习近平要进行 外事大政府 那这些 我相信是 有原因的 在过去三十年里 中国经济的强力的增长动力 造成了习近平在反腐中 在制度层面上的反腐中的 一个得力的条件 也形成了他的权力 这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 透过推特 与最初联系告知 外交政策的 外交政策杂志的 这个人说这段话 英文翻译的 这个 如果有机会后来看中文 我看人家那中文怎么翻译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 这个杂志叫外交政策 来自中国大陆 但居住在西方国家的组织者 可能是留学生 说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报复 表示担忧 所以不愿意透露姓名 所以他们接受外交政策杂志的访问 但不愿意告诉他们是谁 这绝对不是我们希望的一个 将未来将要选中的一个强人 这个人事实上将成为一生的独裁者 就是终生独裁 这很显然在指责习近平 终生之才 那在外交政策杂志中直接讲 这是极其罕见的 直接的对抗的表现 没错 这是极其罕见 因为他是留学生 中共对海外组织 对留学生控制极严 那是什么人 他不一定是留学生 他打着留学生的名义 这都有可能 对吧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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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假 假的 全是真的 真的 全是真的 假的 全是假的 你说什么是真的 你说什么是假的 这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对吧 因为他没有一个责任 没有一个内在的生命约束 他只剩这块肉 所以这种对抗 一定有背后有原因的 即使远离家庭 学生们也不愿意 公开批评他们的政府 担心他们的言论 会让他们回到中国 会回到中国的时候 遭到迫害 那而他们在回到中国 被迫回到中国 他们的后面的这个 这个世储的生涯 都将受到威胁 他们的家庭也会受到威胁 甚至呢 有着安全的隐患 所以这是共产党的一套 对吧 整个这些表现 都是共产党一套 所以这些学生 有这种压力 这是正常的借口 所以我刚才说的是 这些学生是谁 有多少真正的海外学生 留学生 有着真正政治上的属性 属性去反抗中共 最高领导人 因为习近平到现在 他也是以中共 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处 有吗 有多少 有人说有 可以啊 每年六四都有纪念 有多少留学生去啊 有多少留学生敢去啊 有多少留学生有兴趣啊 对不起 在美国有几十万留学生 那你在纽约 在华盛顿 在 旧金山 洛杉矶都有相应的 八九六四的纪念 你看看每年去的是谁 就是那点 当年被迫害的人 现在都成老头老太太 怎么会留学生去参与这种事情 直接打击习近平 他胡说嘛 对吧 那头他都站不出来 这头他站出来 吃紧了他 在美国西部东部吃上麻花的话 他说这是在加州圣利亚哥 吃上天津麻花呢 油澡哈了 哈了油味 对吧 哈了油味 那就满了三春了 那吃不了什么油呢 习近平2012年获得权力 透过大规模的反腐运动 掌控了权力 最大的削弱了他的政治敌手 成为了毛泽东以来最强力的领导人 有关独裁的谣言传了一年多了 那习近平可能试图 确保他的执政时间 超过现在的规定 两个五年 所以上面的提案呢 将在本月晚晚些时候会获得通过 没有任何意外 所以这个都是无所谓 这些都这么说了 即便如此 很多中国人才都认为 这个行动呢 是背叛了当年邓小平的做法 邓小平当年是为了防止出现 再次出现毛泽东的独裁统治 那以至于 这种独裁统治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危机 包括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陷入了数十年的动荡 饥荒乃至致命的社会冲突 几乎没有人敢说 毛泽东死后 那邓小平的主政下 采取了集体领导的方式 意在防止任何一个人掌握太多的权力 从根本上保证 向中国人民保证这样的灾难 不会再发生 胡说吗 八九六四是谁的灾难 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谁的灾难 1999年之后 大屁股撅起 家家的女人跟男人 造成了家里的冲突的灾难 是谁的灾难 所谓的集体领导式模式 他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的寿命 接班制主 他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的寿命 党政封盖 他延续了共产党的寿命 这就是1982年的宪法 这就是他最邪恶的地方 这是邓小平最恶毒的地方 是今天人们被送扬的地方 今天人们被洗脑之后的 傻二的地方 CCTV2 就这个 习近平出手 砍了邓小 砍了共产党的接班人 出手恢复国家主席的概念 弱化了党的主席的概念 他从两方面在掐死 最邪恶的生命共产党 反而所有人去反对他 反对他的人就是无神论的人 正好是共产党的孙子 生命上的认识 而利益上的认识呢 只不过是你不能像 当初邓小平年代 江泽民年代 乱玩男人 乱搞女人 因为反腐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